在物资匮乏 电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里 是臭油灯点亮了家家户户的夜晚 温暖了大家的心 那么借头震人 又是怎么想到用臭油灯来遁机的呢 这是我家三代人的祖传地方 我又传了给姑娘是四代了 这个是很早以前了 我奶奶在时候 她就那个时候是艺术很不发明 我奶奶她就是会在农村会有点偏方 也一遍 看见了她就用这个香菇油 人家令娃娃啊都市来找她 她看了这个油很好 她就整了以后 她就给它炖鸡了吃了 祖辈琢磨出的 用臭油灯来炖鸡的爸爸 被杜大爷一直传承至今 可这一盏臭油灯的火力 不过豆苗大小 真的能用它来炖鸡煮汤吗 杜大爷告诉味道调查员 他今天一大早已经炖好了一锅鸡 那这鸡汤又在哪里呢 在这儿呢是吧 你看 大爷这锅是空的 你找炖好了 已经炖好了吗 对啊 那就是在这儿咯 难道是用电饭锅炖的 也不对这里头是米饭 火也没有生 锅里啥也没有 大爷我真找不着 这鸡汤到底在哪啊 这不是一个 哦 哦 好香 太令人惊奇了 谁能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旧木箱里 竟然藏着如此玄机 这盏小小的臭油灯 居然是炖好一坛鸡肉的全部热源 那为什么要把鸡汤痰罐 藏在木箱子里炖呢 原来鸡肉在放入痰罐之前 还需用臭油炒制 放入痰罐后藏在箱子里 为的就是不让宝贵的热量和香气流失 炖鸡首选农家土鸡 肉质紧实耐炖 臭油少许放入锅中加热 在自家院子里 现摘两片香圆树的叶子 放入锅中炸制 是杜大人的独门秘方 将鸡肉放入热油中炒制 这是鸡肉和臭油的第一次亲密捏出 在高温的作用上 臭油的浓香瞬间与鸡肉融合 再将一个盆扣在肉上 把最精华的香气全部闷在这口锅里 再加入草果大料 草果是腾冲人格外喜欢的香辛料 也将为这坛汤增加更多的山野奇香 盖上盖子 还要用玉米面糊将弹芽完全封死 生怕让丝毫的香气流失 这时候就可以将整盘的鸡汤藏入柜子 交给里面的一盏小小油灯 但孕育神奇了 现在我又传了给我姑娘 儿子他们的 他们演艺小 但是还没有什么蛮成功 把鸡摘好以后 用那个鸡油那个是米方 那个鸡油他们细节还没有做到 经历三代传承 臭油灯炖鸡引退到鲜美 滋补养身 而成为村里远近闻名的佳肴 不少乡亲都经常让肚蛋帮忙炖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